大家好 欢迎收看政道论坛第16讲 今天是6月中旬了 电影《建党伟业》为了配合建党90周年 就快要上映了 那么我想借此机会 讲讲关于这部电影 以及我在观看了电影的首映里之后的一些感想 我说的就是 我就是要顶《建党伟业》这部电影 虽然说最近有一些预告片 底下那些留言 有一些台湾愤青感到很不爽 然后侮辱这部电影 创改了电影的名字 进行侮辱这部电影 否定这部电影 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 那么我看了首映里在网上看的 首映里真的非常好 非常感人肺腑 这个给我很大的震撼 为什么我们 他反映的是一个我们民族 我们祖国的一段增容岁月 百年前的增容岁月 那么看了这部电影也不难理解说 为何我们国家的这个近代史是无耻的悲壮 想想这个两岸三地 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 那么 当然这部电影主要有这个分三个 就是三个不同阶段 可以用这么几个词汇来来形容 17人发展到今天 全国拥有 7800万之众的党员呢 走过了90年的风雨 增程 历经了那么多的磨难 无数的磨难 无数的挫折 无数的考验 而今天依然生机勃勃 做着 这个作为 泱泱大国的执政党 真是不得不让人佩服 不能 当然了 这个轮子媒体 新唐人最近又开始这个 侮辱人了 说什么 这些导演他们都是做奴才的 叫什么话吗 因为就那些轮子你们都要听好了 还有台湾愤情你们也也跟着听听 你们那群深蓝的那些愤情 黄建兴导演 非常的敬业 在拍摄过程中 她的母亲突发重病 突然就离开了人世 黄建兴导演 强忍心中的悲痛 还继续的在工作 拍摄这部电影 为此就从这一点 我们就应该给建党伟业 这部电影 你知道吗 就应该承认它是一部 至少在从业人的职业操守方面 我们得竖起一个大拇指 对不对 你们的这些台湾愤情在网上 却依然这样篡改电影的名字 我觉得这你们非常的可耻 所以我劝你们不要再继续这样做 那么电影这部电影 我手印里 到一半的时候 就也请出了一位 这个中国电影的这个老前辈 也就是余兰老师 那么值得这个提一下的就是余兰老师 跟中国共产党是同年生的 他比这个中国共产党 省力是这个 早出生了这个一个月 那么他很庆幸的 他他参加了这个90岁的高龄 他这个出席了 手印里 他说到 他 这个 很庆幸 在他出生之后不久 他祖国就有了一盏灯 这盏灯 便是中国共产党 他一生最大的幸福 就是找到了中国共产党 的确 没有中国共产党 哪里会有今天的中国呀 啊 余兰老师 老前辈 他亲眼目睹了 这个祖国90年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他是 这个跟中国共产党是同龄人 所以 他既然 从他一省啊 这么90多年走过来 看着祖国的变化 他很清楚的就知道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好党 支持中国共产党就是康庄大盗 就是正道 所以他是不会错的 所以 我也跟他一样 支持中国共产党 这种决定是对的 那么 战长伟业这个这部电影 那这个 启用了大量的新人啊 他比如说饰演杨开慧的李庆啊 比我还年轻呢 哈哈哈 说他真是有这种青春的力量 啊 当初这个一大召开的时候 平均男年龄啊 代表面的平均年龄才只有28岁 最小的才是19岁 就是这群年轻人 缔造了我们今天的祖国 你说 你就说这个青春的力量 嗯不可小觑 那么呢 这部电影呢 我也想顺便提一下 我觉得说这个 因为我是沈阳人嘛 我想提一下说 这个 沈阳这次有有两位 明星参与演出啊 就是这个董洁 还有这个秦岚啊 尤其是董洁 这次能够饰演青年的这个 宋庆龄啊 这么个风云人物啊 哈哈哈 觉得他们真是我沈阳城的骄傲啊 当然呢 年轻就是力量 我会这个 现在正值年轻嘛 总是 我这个 为这个 祖国干点事的时候 所以我才这个在网上 创建了这个正道论坛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也要 说要以后我老了 我怎么办呢 不用紧啊 有一首歌不是那么唱的吗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以此来勉励大家 无论你年纪有多么的长啊 还是应该保持一个有心灵 上应该有一种这个年轻的劲 啊 要要 要有进取 要有点激情啊 有点理想 啊 我想说的是这部电影啊 演员们 不是演员们 而且是说剧组都非常的这个 敬业啊 你们的这些台湾愤情啊 如果你们要是看这个视频的话 你们听好了啊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周润发 还有赵本山两位老师啊 他们也是年纪不小了 为了这个去这个紫禁城啊 所以实景拍摄 那么呢 他们变长途跋涩 但是呢 这个 开车要要去 啊 这个 这个片场 但是呢 因为这个冬季冬天下雪 下大雪把路给封了 所以他们车开不了 于是他们便这个走路啊 走了好像三五 三到五个小时 才到这个片场 人家为了就是一场戏 一个电影 可能连自己连片酬都拿不到 啊 这个任劳任怨啊 是的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这个啊 让我给你们一个词吧啊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啊 因为你们台湾拍不出来这种大片 所以就就麻烟太盏 咱们大陆这边能拍出来 是不是 嗯 所以你们真是太侮辱啊 啊 亵渎啊 那些 老艺术家 你们真可耻 哎呀 这部电影是值得大家 尊敬的 我想说的是啊 这个中国共产党啊 历经90年之风雨 从原先的57人的 到 7800万 执重 泱泱大国之执政的 而且在为民族独立解放 的这个斗争中 在屠刀 还有冲锋线 这个死于屠刀 以及在冲锋线 县阵时 被敌人的枪炮 这个打倒的 的烈士 有370万 之众 370万 之众 你们听好了 台湾 愤青还有轮子 经常在这网上说什么 我们就是懦夫啊 什么躲在一旁 然后最后窃取 窃取天下什么的 哎 我们的确有370万 烈士为了这个国家 更好的 明天的献出了自己 宝贵的生命 就凭这一点 你们你们就就 还想 这个 否认我们的过去 否认我们的功绩啊 杨开慧啊 老毛的这个第一任 这个夫人 杨开慧啊 就是这370万 烈士 其中之一 然后我也想借此来批评一下 这些台湾愤青啊 很多人呢 这些认老蒋为粉丝的台湾愤青 经常就是把老毛的名字 篡改呗 篡改老毛的名字 就目的在于侮辱严家 你要是批评严家的政策 可以 但是你对人家这人身攻击 这叫缺德 他说了 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了 这个 你有什么资格侮辱老毛 你们这群人 有 有没有经历过 自己的亲人死于非命啊 啊 杨快慧死的时候 30岁不到 那么年纪轻轻啊 的时候老毛就就经历了这个 上妻之痛啊 还不还不止呢 一共有6位亲人呢 他的 堂兄弟啊 他老婆啊 他的这个 他兄弟啊 他的子子儿啊 还有他的儿子啊 总共6个人呢 6个亲戚死于非命啊 你们有经历过 上妻之痛吗 有没有经历过上子之痛 有没有经历过黑发人送白发人的痛苦啊 你们要是没有的话 你们 凭什么侮辱老毛啊 老毛可是经历过这 这些的呢 可你看老毛 经历了那么多 的苦痛啊 这个悲痛啊 悲哀 可是呢 还 坚定不移的要搞革命 就从这一点就老毛就 就知道我们尊敬了啊 是不是 还有就是 你们说什么 有一些台湾愤青 跟他们可恶啊 还有轮子也是 说什么要杀光共匪啊 杀光共匪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 现在虽然我不是中国共产党员 但是 我 然后这么说吧 在大陆啊 现在有很多明星 其实他们也是这个啊 这个就是这个 文艺界有很多这个 艺人呢 明星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员 你说要把他们傻了 他们的粉丝可不会放过你 还有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怎么 比希特勒还饿啊 杀光共匪什么什么坏啊 共产党员现在是高达七千八百万 你要把七千八百万人都杀光啊 哇 你比希特勒还饿 希特勒 顶多是杀六百万 犹太人呢 那已经是 这个 这个叫什么十恶不是恶了 那叫这个恶饮满贯了 那你们却要杀更多的人呢 比希特勒多 多十三倍 哇 那你们太太太他妈的 你知道吗 那就是说啊 那么我说我个人吗 我有两位亲人 我爷爷 还有我大伯 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 你想杀他们是不是 啊 我可不答应 只要我还活着 你谁要是敢碰 我爷爷还有我大伯 一根寒毛的话 你看死人了 好 今天啊 我的这个讲坛就讲到这里 那么 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发表个言论啊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再见